好 是從美國大選已經進入關鍵到屬時無天 那川普又被問及 如果中國侵犯台灣 那他會如何處理 他說如果中國進入台灣的話 那我很抱歉 我就是要磕150%到200%的關稅 然後他被問到 如果這一個軍事入侵台灣的時候 是否動用軍事力量 協助台灣對抗中國 他說呢 我現在跟習近平的關係很穩定 我不需要 因為他尊重我 他知道我很瘋狂 對 沒錯 是讓這個華爾街日報 刊登的這篇文章 是華爾街日報的這個編輯 去採訪這個川普 那當然講了非常多 川普跟這個國際局勢的這個局面 他主要是這個華爾街日報 是要說你跟我們之間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觀點 你可以跟我們的讀者說明嗎 那他裡面來說 對台灣最重要就是說 談到中國問題 他就說假設了 這個入侵台灣的時候會怎麼樣 結果沒想到呢 他就說 我會說假如你進入台灣的時候 很抱歉 我會對你科增150%到200%的這個關稅 那事實上這個裡面來說 他的原文叫做 Go into Taiwan 那當然有人翻成是侵入台灣 那個記者是問他的確是說攻打台灣 但是他是說Go into Taiwan 他的回答跟記者的問題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Go into呢 事實上你要說入侵 你要說進入 或是說你要說這個牽涉干涉 這個其實範圍是蠻廣的一個用詞的這個語言 所以他真的講了這個用意來說 當然也是模糊這個相關的字眼 然後他問到說 那會不會用這個軍事武力呢 對抗中國的這個 這個對台灣的攻擊呢 川普說他不會走到這一步 因為呢 這個中國的這個習近平主席 非常的respect我的這樣狀況 然後他說我跟他呢 關係是非常好的 他我不會這樣做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我是一個瘋子 我跟你講瘋子的 我跟你講瘋子是crazy 對不對 但他前面還用一個F字 Fcrazy這樣 對 所以你知道他實際上 他實際上是用一個非常強的說 他就說我就是笑的啦 簡單說我用用台語來講 就是笑的這樣子的語言 就說雖然他不敢 所以其實他原文是這樣子的這個說法 而且我補充 兩個月前傳出來是說 他在這一個對金主的內部場合說 中國如果向台灣丟飛彈 他就要直接炸北京 對對對沒錯 事實上當時是這樣講 那後來當然很多媒體採訪的時候 他都沒有說 沒有說得非常明白 但這一次在這個話街日報的 這個報導裡面是這樣說的 好 那他還說了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事實上他講了非常多故事 還有說他還回憶起當時 在2017年 我們當時不是第一次 這個所謂這個當時的習近平 到這個海湖莊園去拜會這個川普嗎 然後他還跟他說 我們那時候在吃飯的時候跟他說 我們在這個驅逐艦上發射的 這個戰斧巡弋飛彈打擊 在敘利亞境內的這個阿薩德政府 所控制的這個基地 結果沒想到他是在用餐的前點的時刻 跟這個習近平說的這件事 他跟他說主席啊 我們剛才發射了58枚飛彈 飛向一個大量停在大量這個新飛機的這個機場 然後人們這個透過這樣跟他翻譯 結果他就說我再說了一遍 然後習近平好像聽得懂 然後就這樣桌著 然後又說他是個撲克牌好手 一開始他好像很生氣 但是他又中午講一遍 然後這個後來習近平就說OK 然後就這樣子 所以他就說 他的意 所以他就說最後他就說 如果如果你要進入台灣的時候 我就要很抱歉的跟習近平說 我要刻150%到200%的關稅 他說甚至有可能會全面關閉美中之間的貿易 所以他原文是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我們還原原文的話 你比較了解他的意思 但他最後還有問到這個所謂的普丁 問到普丁的時候他就說 那這個他就說來 普丁也知道我是個瘋子 為什麼他就說 他說他曾經跟普丁說 我如果你他還說普丁 他不是叫他普丁 他叫他佛拉德米 有沒有知道他的小 這個佛拉德米普丁對不對 他說佛拉德米 就表示我跟你很親近的意思 叫他名字 他說如果你對烏克蘭下手的話 我會狠狠的打你 你甚至不會相信 我要打到你這個該死的莫斯科士中心 他說我們是朋友 我不想這麼做 但我別無選擇 他說沒門 我說門 然後他就說你會被打得很慘 我要把你的頭在 窮頂下壓下來 因為你知道我 因為你知道他就住在窮頂下面 所以呢他講話其實是蠻直白的這樣說 意思是說他曾經跟普丁威脅 說你不要給我打烏克蘭 你給我打我就要打你莫斯科士中心 他就曾經這樣說 所以他為什麼一直說 如果他還在的時候 不會發生這種所謂的這個烏克蘭 俄羅斯是入侵烏克蘭的事 他其實他這樣自爆 我們才知道原來他當年曾經跟普丁這樣子說過 所以你看他對中國的態度是說 如果你go into 台灣的時候 我就要對你磕150%到200%的關稅 然後他認為習近平不會做這樣做 因為我是一個F字開頭的crazy 這大概是這樣 然後對這個普丁來說的話 是我已經跟普丁說過這樣一件事 所以看起來的話 他似乎是已經把他未來可能對中國 還有對俄羅斯相關的這個 這個怎麼去相處 他有一個定調 就是說我呢 就是比你們更加不要臉 更加瘋狂 所以你們這兩個瘋狂 只有我能夠治你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 相對於這個哈里斯 就是這個賀錦麗 目前為止的這種所謂 閃閃躲躲來講話 我覺得啦 或許為什麼可以解釋說 他在最近的民調開始在往上揚聲 特別是在很多那種搖擺州裡面來說 有獲勝的可能性就是這樣的原因 好那他除了講這個 他還講了非常多啦 他還講了這個華爾街日報 他批評說這個北美貿易協定的問題啦 包括說像伊拉克戰爭的問題啦 包括說像很多這個非法移民的問題啦 甚至還有中美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 這次是他在華爾街日報 最重要的這四點的說法 另外一個就是說當然啦 因為這個普丁 這個所謂川普這樣說 但是呢 到底中國會不會攻台灣呢 事實上這個香港的這個學者 林何利就說啦 他說事實上 因為目前為止 中國的確是面臨到非常多的經濟危機 譬如說像今天 今天中國要調降了他們的這個存款的 這個他們的這個所謂利率 那為什麼要降利率呢 因為他救房地產 房地產救不起來 然後經濟目前為止亂的一團糟 然後解放軍裡面有非常多的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說不可能攻擊台灣 但是香港的學者是認為說 有可能會孤注一職 那也因為呢 在中國目前為止有可能孤注一職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呢 這個川普他似乎是有意識到這樣局面 所以他這一次華爾街日報的標題是這樣說的 他說他是醜話先說在前面 嗯 未來跟大國交往的時候 他的政策就是這樣 所以同樣這次專訪可以讓我們看得更清楚 他對於台灣問題 中國問題還有俄羅斯問題 他怎麼去看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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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